好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加人说科技 最近一周都是波卡的平行链插槽竞拍周 所以更新会更频繁一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平行链竞拍当中的一个热门项目 叫Akala 这是它的官网 Akala整体的定位就是在波卡商态当中 它希望成为一个DeFi的中心 就是DeFi当中比较常用的一些功能 它都会去提供 首先呢 联德德之前有过一篇文章 这里比较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下Akala的核心 就是三个核心模块 一个叫稳定密协议 还有衍生品协议 以及内置的去行链交易所 那稳定密协议呢 就可以对标成以太的梅克道 简单的说就是超过抵押 抵押你的DOT 然后生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稳定币 AUSD 第二个衍生品协议呢 是因为波卡它有staking 还有现在的重贷 那么这些呢 都是需要锁定你的DOT 那它通过这个衍生品协议 可以把你staking的DOT 以及以差与重贷的DOT 去释放出来这个流动性 可以进行交易 可以进行参与到一些其他的DeFi产品的借贷 抵押等等 聚心华交易所其实就是DEX了 也是比较熟悉的UNISWAP这种形式 说可以说基本上在以太上 已经被验证的一些热门的 DeFi的应用 阿卡拉都会去提供 那么阿卡拉应该算是在 波卡生态当中是最积极 或者最活跃的 当然也是最早的 这是它的官网 基本上介绍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先行网络叫Carola 那其实 数据看 其实先行网络已经有7万多的用户了 包括这次它的重贷 提前的注册用户 已经有将近16万用户了 所以它整个的社区发展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团队呢 也是比较国际化的 核心几个发起人 还是华人的团队 另外就是比较豪华的投资机构 那这里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像Polichin 还有就是Coinbase 还有国内的像SNZ等等 这个投资机构 我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多 总体来看 目前是在波卡生态中 应该是热度最高的一个项目 它的这个协议当中 这里有个图 基本上介绍的会比较详细一些了 就是你通过DOT去staking 然后它给你释放出流动性 生成一个叫LDOT的 那这个LDOT就可以作为 它的抵押品去生成一个稳定币 叫AUSD 那这个稳定币就可以在Dexam 进行基础交易队的交易 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是在 这个是比较老的文章了 也就是基于重贷的 其实它还有一个叫 LCDOT 其实它现在整个功能已经 先行网络已经上线 稳定运行了几个月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先行网络的这个平台 基本上能说的之前所说的功能 都已经可以提供了 这个是Kosama上面的 那这个就是生成KUSD 就是Kosama上的稳定币 那跟MICDAO是一样的 你制压KSM 然后利用超过抵押的方式 生成KUSD 然后就可以在这个Dex上进行交易了 这个呢就是LTOKEN 流动性Staking 然后 我们看 同时我们看到的 像你的这个LPTOKEN 去流动性挖矿 就是UNI上常见的 这里其实都有 那这里要 这个注意提示的一个问题 提示的一个东西就是 有两种 一种叫LDOT 一种呢叫LCDOT 尤其在这次重贷的时候 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 首先LDOT是 你基于Staking去生成的 因为Staking是有年化收益的 现在大概年化在11%左右 就是你 这个是为整个多头网络的安全性 去贡献的 那重贷呢 你参与重贷的话 是没有Staking的收益的 你只有是 参与某个项目 获得这个项目的 代币的奖励 那所以你参与重贷的话 生成的叫LCDOT 那这个LCDOT 其实就是没有这个Staking奖励的 LDOT呢 里面是包含了Staking收益的 所以两者其实是 不一样的 因为模型当中 因为它其实就还是作为一个 公链的核心代币嘛 那么肯定无非是 交易的手续费 节点的激励 治理 那这里面呢 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 你有 因为它也支持 以太坊的智能合约 那也是欢迎一些 代表在它这个链上去进行 运营 开发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项目 要去运营的话 那你是需要去 自压一些 ACA的 然后才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进行部署你的资论合约 这个是它整体的经济 总发行量是10亿枚 然后 没有充发 那么 然后我们就说它怎么去参与它的重贷 这里其实它官方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方式的 而且呢 你通过一些完成官方的任务 它会有一些额外的奖励 它总体的重贷的奖励是1.7亿枚 也就是总量的17% 其中15%是基础奖励 2%是额外的奖励 15%的其实就是你只要去参与重贷就会有奖励 2%呢 其实是你需要去完成它的一些额外的任务 那么它有一些 首先就是推荐机制了 那如果你参与过早期的预注册 那你会有一个要求链接 你把这个要求链接发给你的朋友 那么它通过一个链接参与重贷的话 会有额外的5%的奖励 那你同样也会有额外的5% 然后这里它还提到一个就是 如果你用你自己的链接的话 那你就可以得到10% 另外呢 它还有类似的一个邀请排名的机制 就是你邀请的越多就有可能成为这个VIP推荐奖金 第三个呢 就是它其实是很早就出了一个叫闯关游戏 就是完成现在的任务 说会有一个额外的2%的代币奖励 还有一个限量的NFT 这个任务呢 其实很简单 在这里 就大概5个步骤 第一步就是你要创建一个博卡的钱包 第二步要验证你的邮箱 第三步你要在钱包里处存有一定的DOT的资产 最后两步呢 其实就是参与重贷 参与它官方重贷 还有就是 获取你的这个 重贷的ASA的奖励 只要完成了 你就会有额外的2% 第四个呢 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之前参与过 它的线性网络在Kosama上面的重贷的话 那么恭喜你有额外的2%的奖励 第五就是一些 会有所有参与重贷的都会有 额外的限量版的NFT 这个NFT可能未来会有一些价值 参与方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官方的钱包 或者是中情话交易所 另外它这里有一个叫LCDOT的 其实就是释放了这个重贷的流动性的 因为如果你通过官方钱包去重贷的话 那你的DOT是要锁定两年的 那就会承担着两年之内的一些 币价加跌的风险 那这个时候它给你对应生成一个LCDOT 那你就可以把它卖掉 这样来对冲相应的风险 当然这个LCDOT其实后面也是可以参与到它的 比如说抵押价带 以及一些流动性挖矿的一些 DeFi的一些应用 总体来讲呢 Akala 因为在以太上整个的DeFi这个生态 其实是非常繁荣的 已经验证了DeFi这个市场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Akala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对标的以太上整个的 你可以把它定义成 波卡上面的 MakerDOT加UNISWAP 而且同时它还自能合约 那另外就是 我个人其实有点疑虑 就是它提供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它又有稳定币 又有交易所 而且还有接待 同时它还支持EYM 那一个海拔团队可能有就这么多人 它能不能做好这么多事 但至少呢 它的线线网络目前来看运行还比较稳定 所以未来到底怎么样 其实也很难说 只是说它的基础不错 团队也很好 投资机构背景很不错 所以有兴趣的就可以去参与它的整体的中单 好 那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